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立刻开始 两岸天骄何在 这次南北两岸天骄大战 由两岸长老亲临督战 此番南北两岸天骄大战 因上一届北岸胜出 此番有十二人参战 前岸上一轮失败 此番参战者仅有十人 两岸参战者 均可自留挑战 若有无战者 视为细权 今次 更逢三大筑击圣地开启 天骄前五 将获得秘境参悟资格 与祝异脉筑击 一切坚持 三二绿杀 那是 这 这是谁啊 把北岸都下成天气宰了 还能是谁啊 北岸第一天就 鬼崖 此战关乎各爱层域 更关乎宗门未来 你们定要接近全力 是 那么现在 大战 开始 第一战 南岸 挑战 可以上台 南岸 上官天佑 前来挑战 挑战何人 任何人 这还心疼什么呀 哼 狂言 哼 哪来的蝼蚁敢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来教训你 哼 近年南岸倒有几个不错的天教 听说 还刚出了一个荣耀弟子 前几日 他还把万蛇谷教的天翻地覆 啊 真的没看见 哼 我可是徒有徐名 不敢来了 不急不急 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能一举为我南岸 成光 牛屎 哪只臭鸟干的 南岸 上官天佑活生 干的干 真搞不懂 这有什么好欢呼的 连北岸第六都赢得这么惨烈 这次天教大战的第一 恐怕还是鬼崖了 第一 是紫鼎山的吕天蕾 吕师兄天资甚高 是徐长座的爱徒 我挑战 你 鬼崖 那我便会 吕天蕾 我便是第一 大家为我的出场欢呼吧 那个混蛋敢逼你白爷爷 我开 玉毛 原来是你 你再讲什么试试 不怪老子出场你还有理了 你一次打两个 倒是省事了 白小春 他就是白小春 黄智 这不是猪队友吗 白小春 回到自己的后站西区 擂台上比试继续 这银贼竟然还活着 没想到正在比试啊 你打扰了 银贼 你找我们北岸这边来干吗 还想风光一把的 好丢脸 小春哥哥 这里 这里 我们来给你加油了 一定要赢下来啊 没问题 看起来 势君力敌 顺眼 太夸张了吧 这就是白牙的功法 这是弄鬼 你找死吗 这是 不好 鬼夜行 放肆 小小年纪 虽有天资却如此歹毒 我无意伤害 只是没想到 他这么弱 第二场 北岸 鬼牙获胜 就连徐长座 都无法一击灭去 他的鬼手 鬼夜行 怕是没有密法 能与之相交了 不 还有一个 你是说 水泽国度 正是 能与鬼夜行相交的 就只有水泽国度 水泽国度 乃十大密码之手 一直在北岸手中 听说此神通 需要观摩百兽 形成本命之灵 修炼者心性 与对灵兽了解的不同 本命之灵的强弱 也天差地别 可惜数千年来 无人能修成 就是得到了水泽国度 又有什么用 白小船 我北韩列挑战你 让我也见识见识 南岸资格战第一名 不怕不怕 他就水泽国战兽而已 既然这样 那作为长辈 就给你一个 认输的机会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白小船一旦出手 连我自己都害怕 认输 有意思 你还是第一个 敢这么对我说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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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人了吧 你 你 这就是夜行说的 还不过夜行说的 真是够善人的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 撤了他 你也行说 你们过来啊 能力回来啊 就不该让白小船来这边 只是 你 你 你 别急 你 你 你 快跑快跑 别被他追到了 快跑啊 啊 我 你 至于 傻子 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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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啊 这么好吃吗 这什么情况 回来 是啊 你是不是帮着他 你是不是为了再吃叶兽呢 这小子 居然炫服了叶行兽 要不要再尝一颗啊 很美味是不是 不可能 我的叶行兽 给我回来 用点斜术就想影响我的战兽 太天真了 请过来 来吧 还有哦 不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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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晚了 什么 叶 叶先生 叶先生 你快撑住 敌人在哪呢 还要死吗 我都说了 我一旦撑上自己都害怕 这鹰贼竟然用这种方式取胜 太卑鄙了 大家都是在为我欢呼吗 这种有点不对呢 来 小春 白小春 竟敢用这种歪门邪道 大战并未规定不能使用丹药 更何况这些丹药 是白小春自己所列 你 快看 快看 跌上 那是 有点